大家好,我是阿辉 开学好几天了,早晨也是换着花样给孩子做早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剩馒头非常好吃的做法 这样做的馒头外酥里软,比肉包子汉堡还要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昨天吃剩下的馒头 这个馒头不吃的话就会浪费了 今天用这几个馒头做个馒头干 做出来比肉包子肉夹馍还要好吃 孩子上学可以做给孩子吃 首先将馒头放进蒸锅,稍微蒸一下 时间不用太长,二分钟就可以 再来准备五块钱的肉馅 我准备的是五花肉泥,这样吃起来更香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一块生姜切成片 再切成丝,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放入肉馅里面 接着来调味加入一点生抽 小葱,少许蚝油,少许料酒 一勺十三香 一小勺花椒粉 香油 一点白糖提鲜 鸡精 少许的食盐 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加入一点老抽上色 继续搅拌均匀 这颗馅料现在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先放一旁腌制二分钟 馒头稍微一蒸就可以,不用特别软和 蒸过后的馒头不容易掉碎屑 将馒头切成片状 放上适量调好的肉馅 两片为一组,像这样加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里准备一些玉米淀粉 将馒头四周裹上一层淀粉 先放盘里备用 下面碗里加入30克土豆淀粉 30克面粉 一小勺食盐 五香粉 打入一个鸡蛋 倒入150毫升的清水 搅拌均匀 边加边搅拌 搅成像这样的稀糊状 再把馒头放入里面 裹一层西面糊 热锅倒入食用油 油温丝成热下入馒头片 这个油不需要特别的多 一面金黄以后我们给它翻个面 最后煎至两面金黄给它控油出锅 装物盘中 剩馒头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 太好吃了 每次做这个馒头孩子都能吃上好几个 用来当做早餐十几分钟就能上桌 外脆里软 而且还加发着肉馅的香味 咬一口比肉包子肉夹馍还要好吃 家里有剩馒头的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这种做法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